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鱼 跟摩友 第一天打火就闹笑话 我们出城就没出明白 就没专明白 我们要往二连号特走 然后那个什么 然后我俩现在就这么明白 他在我前面还是我在他前面 因为我们都要加油嘛 他跑重石化加油去了 然后我在城里面转不明白 然后我的导航不知道怎么了 就显示说我走反了 走反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好像走反了 那我再反回去吧 当我往回反的时候 我导航又告诉我 又走反了 让我再反回来 然后我又掉头又反回来了 就给他整蒙了 他说到底是你在我前面 还是我在你前面 我现在在这等着 第一天就闹笑话 这下是呢 看看我们后面还能出现什么 什么故事吧 你怎么从这边那边过来呢 我只想拍死你 我一路逆行过来 到时候罚钱你帮我交 啊 这边是单膝线逆行 我不知道 那你不是应该在后面吗 我在那边 啊 那是我在你后面 你这发电杆还怎么走天下呀 你这发电杆 我错了 好 知道了 知道了 走走走 你跟前面走 我跟着你 开始 快走 我的天哪 我哭了 跑了一百多公里 三个收支站 这又在我 看一个 今天这国道真要给我跑哭了 到左旗还有几个收费站 我的妈呀 我这跑了200公里四个收费站 我们到了现在在这个地方叫什么苏 叫什么地步叫苏尼特 苏尼特对苏尼特左旗 南蒙古这个地名都特别傲嘴 然后我们今天是开了203公里 我们都到这了 找了一个露营地 是一个体育场的后面 但是今天这个国道我开的着实的有点上火呀 给你们看到我的油量 其实我开这国道200多公里 我感觉我加60块钱的油就够了 就这油量给你们瞅眼 200公里就用了这点油 就是加油 有五六十块钱的油就够了 四个收费站 一个收费站15 一个收费站15 我换了60块钱 摩托车不用交过路费 你帮我交了 你帮我们交了 气死我了 我开的老上火了 然后我说 就是 200公里四个收费站 就是50公里一个 一个15 一个15 哎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今天你是最值得通勤的 马上就在这展影 他俩把帐篷扎到里面 我把车开到这 然后今天晚上我做饭 他们也敢吃 哈哈哈 别让我做 那我就做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开始开动 行了 今天晚上给他们炒两个菜啊 别让我炒 我真是 你敢信我 一个柿子炒菜 一个辣椒 茄子炒辣椒 菜都就绪了啊 都整完了 一会准备开炒 是啊 这个锅太小了 炒不了 换个锅 人多锅小就不行了 炒完了两个菜 嗯 刚才偷摸的尝了一口 这个 这个 咸了 没结婚是吧 哈哈 没结婚 为什么不结婚呢 活不起啊 咋就活不起了 你都能出来 咋就活不起了呢 怎么能活不起呢 一个人的话 要去西部 在当地这位 现在得 买车门了嘛 我如果去西部 是吧 我得把我老爸老妈 乘了两个钱 都给他搞 搞光 然后你就不找媳妇 那你不想找媳妇吗 不想 也不想 我一个人回来挺好 你这些年都做了些什么 就是 我都出来下游子 就在外面一直留的 不是 也不是说 一直留的 那是啥呢 我没钱了 我回去算几个月吧 没钱就回去上几个月吧 那不是 上啥班啊 搬砖 搬砖 啊 工地搬砖 工地搬砖 你这活的小傻啊 怎么就娶媳妇钱拿不起呢 对啊 娶媳妇养不起 娶媳妇咋就养不起了呢 养不起 就是完了下雨了这条 我就说不拔 我要下雨吧 我的妈呀 雨得开掉掉一掉了 赶紧的把这些都都都整起来 整起来 上车一摸 工地搭完了啊 其实我的厕所 然后今晚上就这样了 就 就这样了 休息了呀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